哈喽,我是人家剪食的盐材菜 带有竹叶清香的八宝粥 还有剩过肉香的薄皮韭菜篓包子 来看看这款素包子的小秘密吧 首先我们来煮粥 我们准备了绿豆,大米,红豆,糯米,糙米,小米 大枣,还有竹叶 有竹叶清香的粥会更好喝 洗净全部的食材后倒入高压锅中 加入水煮粥 接下来我们来做包子 首先是和面 面粉中加入盐拌匀 再加入少许开水烫面 搅拌一下 拌烫面的面团在包子凉了之后依旧柔软 但是烫面会破坏面筋 为了提高面团的筋性 最后再加入一个蛋清 这样的包子皮皮薄透亮 有韧劲且柔软 然后将面团揉光滑 再次饧面10分钟 这块面团可以下13个15克的小剂子 接下来我们来调馅 韭菜切末 为了防止韭菜出水 我们先要加入花生油和香油 搅拌均匀 锁住韭菜的水分 加入炒好的鸡蛋 这是咱们前几期制作的麻叶 没看过的宝宝们可以去我的主页搜索 加入麻叶会丰富馅料的油脂 使素包子吃起来更香 或者加入少许猪油渣 这是我们家炼猪油时候剩下的猪油渣 最后加一些盐调味 接下来咱们来包包子 每个15克的剂子 擀成直径12-13厘米的面皮 这个皮是很薄的 加入35克左右的馅料包起 视频中我只包了5个包子 但是字幕上的馅料用量 是包13个小包子的用量 笼部进水后 铺在蒸笼上放上包子 水开后上笼蒸8分钟左右 这时候拌有竹叶清香的八宝粥也熬好了 几片竹叶几片麻叶 就可以升华一笼包子和一碗粥 平底柠檬的五个包子和一碗粥